美一致 美一致 动影知识 西方人阴挺深邃的五官 改变了我们对审美的标准 从此高挺立体的鼻形 成为民众对美丽的要求 但人的鼻形五官各异 龙鼻手术更不是复制贴上 就能画出完美的轮廓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从鼻唇角开始 认识你的鼻子吧 鼻唇角指的是侧面观察 鼻中柱与上唇间的角度 一般90到95度之间较为理想 类似猪鼻的朝天鼻 就是鼻唇角过大加上鼻头较短 使得鼻孔外露上翘 目前主流的改善方式 是鼻中隔延长手术 不但能产生鼻头延长的效果 更是为日后的鼻形打地基 相反的鼻唇角过小就会形成下垂的阴勾鼻 容易给人老气严肃的印象 想改善阴勾鼻 首先要将鼻形往上调 一般会取鼻中隔或额软骨 为鼻中柱做支撑 然后调整到适当的角度 就能改变严肃的五官形象 鼻头过大扁塌 是东方人常见的特征 最典型的就是蒜头鼻和莲雾鼻 蒜头鼻分拌明显 而莲雾鼻看起来整体浑圆 透过调整软骨结构 可以改善鼻头的形状 再针对蒜头鼻患者分拌的外观 进行缩鼻翼手术 调整鼻形轮廓 看似凹陷的马鞍鼻 是由于鼻梁和鼻中隔的衔接不良造成 就像没有搭好的桥梁容易塌 这种鼻形通常已植入甲体 打造直体的鼻梁 再做膜骨、软骨移植等修饰型手术来改善 鼻骨过大 让鼻梁侧面看起来像一只单风骆驼吗 拥有驼峰鼻的你 总是看起来太过强势 此时可以透过膜骨、节骨等手术 膜平吐起及两侧鼻骨 形塑出柔和的鼻梁线条 最后 位于视觉中央的鼻子是脸部美学的关键 甚至影响其他五官部位的整体性 因此 谨慎的数前评估 与寻找专业的医师操刀 才是安全手术的关键